國會 賴清德總統要有什麼樣的智慧來面對 智慧 合眾連韓 先跟柯建平聊一下 先跟老柯聊一下 現在很麻煩嘛 因為沒有單獨過敗嘛 沒有單獨過敗 變成說藍綠都要去跟民眾黨談 而且這種談法是每一坎都要談 就是每一次表決都要談 你懂的是嗎 就不是我自己過敗 我就每一次處理 所以第一個坎一定是立法院院長 對不對 那這個不好意思 因為林涛不喜歡我點名他 因為你今天是新聞人物 所以我還是很欣慰 林涛要去罵黃珊珊 這讓這個談的狀況有一絲轉機 狀況是這樣 因為對國民黨跟民眾黨來說 他們都需要這個國民黨 現在是五十四嘛對不對 差三席 民進黨五十一 五十七席過敗嘛對不對 差六席 那民眾黨八 可是實務上就是民眾黨支持誰 誰就可以拿立法院院長 這是第一件事 好 那就是狀況這樣 藍綠都會去找民眾黨談 我不認為有幼稚成這樣 兩邊都有過節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過節是什麼 藍白分的難看 民進黨跟民眾黨過節是什麼 選戰過程中我們打民進黨 民進黨打民眾黨打得很難看 都有過節 所以對民眾黨來說 他的仇恨值都很高 這是一塊 好那都要談 那談之後就回歸到籌碼 籌碼面 國民黨能夠給民眾黨什麼東西 除了情勒之外 情勒是一個嘛 但除了情勒之外 國民黨最多談就是副院長 立法院副院長 你院長支持韓國瑜 副院長給 不管是黃莊莊或黃國昌 打架再說 這是國民黨籌碼 那民進黨可以給的籌碼 那個談那個那個彈性就比較大 除了立法院副院長 我有可以給你之外 因為民進黨有組閣權 內閣閣員 內閣閣員是一個概念 或者是就像阿川講到 或許是行政院院長要推派出一個民眾黨 可以接受的人選 或是內政部長 不是說給民眾黨 是民眾黨可以接受的人選 這談判什麼 這我就談判論談判 好 那國民黨有他的談判什麼 就是副院長 民眾黨 民進黨的談判什麼 是副院長加上閣員這一塊 甚至還有模糊地帶 那個叫做什麼 國營事業 這又是一塊 所以好 這談到最後的時候 柯文哲會怎麼做 因為柯文哲手上就是八個 要麥就趁現在 每過一個月他對這八個人掌控力 就降低一分 你不會天真的認為四年後 這八個看到柯文哲還會力爭戰好吧 我還要做兩年而已 對不對 這都做兩年而已 所以我在講 每過一個月柯文哲對這八個不分區立委的掌控度都少一分 我坐等看黃國昌什麼時候跟柯文哲逼宮 逼宮 換我黃國昌當黨主席 這是另外一件事 真假 這是另外一件事我先不談 我的意思是 對於柯文哲 你預見得到是不是 有機會啊 所以現在柯文哲說 如何在我還能控制這八個的狀況之下 把這八個賣給好價錢嘛 好 那因為雙方籌碼各不同 國民黨是副院長 民進黨是副院長 加格源這一塊 以及未來所有行政權力 大家來討論 這個弄完之後 柯文哲會怎麼處理 柯文哲會說 我們是公開透明的政黨 我們是新政治 我們不來黨紀再討 我們讓所有的部分區 選你所愛愛你所選 把黨紀這個警告之後解掉 一解掉之後 開放投票 對 很麻煩喔 一解掉之後 柯文哲只會做到這一步 要再一個個談 那八個要再談一輪 就是民進黨來談 民進黨先跟柯文哲談 然後把黨紀解掉之後 這八個再分開談 對 就是很複雜的這個合眾連橫 最痛苦的事情是什麼 在此第一看 拿到院長後 不代表以後永遠都過半 院長是敲垂直的 是 結果每一個重大議題 都要再一次 這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坦白講 所以你覺得施政難度很高 重大議題很難 那賴靜德身邊 有沒有人可以幫他敲這個 沒有 這個身邊沒有關係 那要長期再立院 那就是主要柯建明 一定是老柯嘛 一定是老柯 林儲英審發會 郭玉琴 莊瑞雄 陳培瑜 王正旭 安全 十九席 所以張秀軍上了之後 這是屏東衛生局長吧 接下來就是王毅川 你是南八十六啊 我南八所以我前面有南七啊 南七就是王正旭啊 所以女的委員跟我都無關 南七是王正旭啊 對王正旭 不是十四席 十三席啊 所以你怎麼 好啦你現在就是以評論者的姿態 看接下來國會有什麼樣的一個發展 不是啊 剛剛就提到嘛 就是說民眾黨如果跟國民黨合作 只是合作來鬧事嘛 就這樣 就合作鬧事而已啊 合作在立法院裡頭鬧事啊 可是民眾黨的選擇很多啊 民眾黨可不可以跟國民黨講說 我要當院長啊 如果不要 我就要去跟民進黨合作啊 就這樣啊 那民眾黨可以開的條件很多欸 那第二個好 那合作是只有立法院的合作 那你行政院長我要有意見啊 我民眾黨我要有意見啊 你們派那個誰我不要啊 如果是誰我可以啊 如果是誰我勉強啊 第二個那我我上次跟這個民眾黨 你整天由柯文哲做總統好了啦 民眾黨跟國民黨簽約了 那時候第六點你記得嗎 第六點 主責監督 什麼金管會啊 NCC啊 這幾個我要喔 你不要是不是 不要 我就去跟國民黨合作喔 所以談的時候是一整盤談 立法院跟行政院全部一起談 還是先談立法院 等到520再來談內閣 然後你是黨進黨出 還是個別可以談 就像阿扁上次去找了唐飛 找了唐飛 國民黨不同意啊 對不對 你唐飛要去 那你就無黨的去 跟我們沒有關係 那所以接下來 今天晚上可能賴清德主席 談得很痛 因為第一個要有人去談 第二個找誰談才算數 對民眾黨來說 民眾黨就有九個人在談嘛 就一個是柯文哲 八個不分區 這九個坐在一起的時候 一定有人要殺 死也不跟國民民進黨合作 甘願去跟國民黨合作 也不跟民進黨合作 那有些人會說 還是跟民進黨合作比較好 因為我們跟國民黨合作 只能鬧事 所以光民眾黨內部 你這個標題下得很好耶 跟國民黨合作只能鬧事 不然他就只能在立法院 因為這種焦土結論是兩邊都沒有 行政院沒有辦法過預算 然後你立委要做的 我行政院全部不配合 那就是兩邊都沒有 四年什麼都沒有 預算法案全部不配合 過一個爽而已 還可以倒閣 對那這樣子鬧事完之後 柯文哲有什麼底氣四年後出來選 柯文哲就是一個黨主席 所以你現在拿一個四年後 可以有底氣出來選的 右耳在這邊 好所以柯文哲 勸他跟民進黨合作 勸祥 所以柯文哲現在面臨的是短期 什麼短期利益 不能犧牲長期利益 他自己說長期利益 就他要當總統 他要選總統 四年後要選總統 短期利益 就是他要跟民進黨 在行政權上有合作 那個叫短期利益 所以對柯文哲來說 接下來柯文哲的選擇 就是他要選長期利益 就他不想當小綠 他也不想當小藍 他就是想要當這個總統 所以現在開始他要以他要四年後選總統 設定好來決定接下來的四年 他要怎麼做 但是他要怎麼做 不代表黃國昌同意 不代表黃珊珊同意 以黃國昌來說 他最大的利益就是全力監督 對不對 他就是全力監督 鬧事 所以監督不一定鬧事 所以現在民眾黨頭也痛 賴清德頭也痛 那現在是國民黨唯一不能做事的 就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只能在那裡等 他就鬧到底就對了 對 監督到底就對了 謝謝 Picy otros ede увелич lead 譚 謝謝 yep xit 謝謝 謝謝 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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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